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空大师查诺斯对巴伦周刊说 如果说中国房地产市场即将到来的崩溃 将达到杜外泡沫的1000倍 那也只是保守估计 美国化皆预报中文版转载巴伦周刊 中国高增长神话即将破灭文章 文章提出中国是否正在接近一个特殊的时间点 那就是很多曾经高速发展的经济体 在一个时间点突然出现经济减速 甚至收缩的情况 内容提到中国今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可能会降到8% 之后可能还会进一步大幅下降 文章中也提及 中国经过30年平均每年10%的增长之后 中国高铁速度一般的经济增长正在大幅放缓 而四肩若磐石的中国高增长概念 正在显现越来越明显的裂痕 这让人想起25年前 当时日本经济正繁花似锦 然而却立即进入长达20年的低迷期 对此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经济学教授 陈志飞分析 中国经济泡沫崩溃的严重性 恐怕更胜于日本 他也对中国的经济衰退影响范围表示忧心 我们知道中国一直在提8% 如果经济增长低于8%的话 中国的职位工作机会就要远远低于中国的职业人口 那么就会带来很大的经济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 那么它的这种衰退 从这个强度范围来看 远远都要 每日本的所谓衰退的20年都要严重的多 那么的确是令人担忧 对全世界的影响会非常大 惠玉国际评级估计 中国的全部银行贷款中 大约有35%将承受中国房地产市场各种不确定性的影响 而从中国各地堆积如山的空置高楼 可以看出房地产市场过剩的严重问题 美国媒体综合中国目前的各种因素认为 中国通过解决自身的各种问题 成功实现经济高增长的可能性确实不大 新唐亚太电视长春采访报导 新唐亚太电视长